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做表現 早段來說也算不錯 在星期三上星期三 也觸及到接近50天的阻力線 觸及後當然市場方面也關注手油方面的問題 觸發了星期四港股大幅回吐 但套完後其實點數暫時維持到在接近20天線的位置做整顧 後續來說市場會繼續受手油或大型網上平台的問題 會有一定的阻礙 所以短期阻力位置繼續維持在50天平均線 26500附近的水平 而下方支持位 現階段是25400附近 正正在上星期四急跌前的位置 亦之前提及過在早前9月初 是一個V型反彈底部 我相信這個水平和支撐力度都會比較明顯 但當然在近期內地股市 其實在價量齊升的情況下 對港股有一定的上升動力的幫助 雖然成交的港股近期未見有一個新的大突破 但始終內地股市一直牽引上來 對港股將來挑戰50天線 或者進行新一輪突破 都存在著一定的動力在身上 所以現階段若果在今個星期 樂觀一點可以先看50天線 但如果再樂觀一點可以先看27000點的水平 而科技力股份 其實經過9月初至今的一輪反彈 現階段當然大家在關注內地方面監管的壓力消息之外 其實都要留意著未來消息的變動 所以可能都是變回炒落上落市為主 若果挑選板塊 其實在上星期資金的喜好 開始擴散了不同的板塊 剛才提及過內地股市一直支持肉上升 見到A股相關股份 好像基建類股份 水泥股 一些貴金屬 像銅、鋼、鋼 都做得相當不錯 所以在股份選擇上 可能會跟回內地股市做得好的股份 但若果在選號上 可能還未有很明確的選號 可以留意一些叫A股相關ETF的產品 因為始終他們可以叫一男子追落後 其實投方上亦沒有股上面對著比較大的風險 我會見你 真的很扼高 我會見你 沒 risk